大家好 我是小琪 看到面前的这一颗了吗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它叫做阿拉塔 是一个百香果的品种 开花红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接出来的果子比较大 像鸡蛋一样大 而且就像芒果一样 非常的漂亮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小琪之前种了一个普通的百香果 在那边种了好几年 每年能够接果几千过 所以说现在又买了一颗 打算把它栽到那个新棚里边去 那里边温度低一些 不知道冬天能不能度过 但是先去栽上 让它长 看看新年能够接果多少 栽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是盆栽的苗子 直接把它移栽到地上就可以了 我打算把它栽到柱子边上 然后跑好坑 直接将它埋上 埋上以后呢 我打算让它顺着这个架子 直接快速的爬满 到时候在架子上拉上铁丝 或者是绳子 让它彻底的缠绕满了以后 只要开花 我们就可以人为的兽粉 兽粉成功以后 它就能够做到果 果子做住以后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能够快速成熟 因为百香果是一种洗高温的植物 所以说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保证温度高 它就能够不断的长 不断的开花 开花只要收粉就能够做果 只要地栽的结果非常的多 盆栽的话我也可以 我们盆栽的话 一颗结个十来个果子 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果子成熟了以后 这条继续生长 还能够开花 还能够收粉结果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购买一些百香果试一下 建议买一个普通品种的百香果 先去练练手 在家中养好了 你再去买其他的 因为其他品种的比较贵 养护像难度相对大一些 如果喜欢 别忘了给小西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